据媒体报道 大嫂团艺人金友庄与前夫高凌峰因房产纠纷丝破脸 今天他在脸书发文爆料 二人离婚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抓到高凌峰偷星 还赖给他说因为有别的男人 高凌峰怕金友庄告通奸才会在去年2月签字离婚 金友庄和高凌峰为房产护杠 他在脸书上加码爆料写道 2011年7月初我掌握了一个让我痛彻心扉的事证 他的确在不断偷星 更令人发指的是 他竟声称他都戴有套子问心无愧 没有对不起我 金友庄说高凌峰常在行李中藏带维尔刚保险套 根本就是偷心惯犯 他说自己不在乎他穷 不在乎他老 不在乎他病 不在乎他忙 还在他负债时将所有积蓄解囊相救 甚至卖父母的房子解围 他强调自己不是贪财的人 只是要求高凌峰还他父母的房子 和拿回他婚前婚后及20年中他所赚的积蓄 360万元